新的檔案 然后单页网站 这个地方你就选择一个叫什么呢 Web 那第五题我们之前是讲说05 其实后来我看一下题目 题目有一些更改 这个所谓更改就是说呢 假如说以前是第五题就05 第六题就06 可是它现在已经改成怎么样呢 它这个WebXX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 Web 在第36月的第一行 这个WebXX 第一行WebXX资料夹 XX为个人 检定工作岗位号码 也就是说如果你做1号 你就01 2号就02 030 依此类推就对 所以这个地方是你的座号 已经改成座号了 那假如说我们今天 5号的话就用05好了 反正假设我们是做5号好了 好了以后按确定 这样就会建立第一个步骤 就是建立一个Web一个网站 那第二个动作就是说 再来就是怎么样呢 开一个新的index的网页 那首页部分它做成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36页的最下面 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框架页 有没有 框架页应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然后这个应该找哪一个呢 应该找这个 框架层次有没有 有没有 36页这边比一下 没有错 36页这个 然后按三下新增网页 并且把它做存档的动作 这一边的话呢 给它一个名称叫menu 这个叫title 那这个叫做man 你会发现 好像都大同小异 最后再把它出身 记得一样就是要变更标题 标题名称叫什么呢 其实就在倒数 36月倒数第三 倒数第三行 叫舒曼的旅游相簿 舒曼 舒曼的 曼是这个曼 的旅游相簿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个相簿 记得再变更标题 那只有index的地方需要 那再把这个原来的index 把它怎么样呢 盖过去就好了 第二个步骤 那第三个步骤要做什么呢 还记得吗 第三个步骤 新增资料夹 所以呢 有几个资料夹 各位也在36页的地方 可以看到 在第三行 home page 所以先要新增一个 叫什么home page home page 很熟悉吧 跟好像第一题一模一样 再来资料夹 一定有music 这个不用讲 一定有的 再来还有什么呢 还有没有 再来还有一个叫做albun 有没有 有没有 在2468 第九行的地方 albun albun 就是albun 就是相簿的地方 好了以后的话呢 那就完成了第三个步骤的 对不对 那再来第四个步骤呢 我们可以先贿赂也可以 或者是说要 要怎么样的 要新增网页也可以 那我们选择先贿赂好了 贿赂到images 再分别把它拖拉过去 所以呢 那个档案在哪里呢 在17300 你将来在 你的光碟里面 或者是磁片里面 它会提供给你 那因为是第五题 所以就第五题的地方 我们把它用 这个详细资料好了 检视里面有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总共有这一些档案 那这个有个范例 这个是 也是要做动画的 那我们就把这些档案 怎么样 全选 Ctrl A 然后Ctrl C 或者右键复制都可以 复制之后的话呢 再到front page这个地方 images里面 把它右键贴上 这个时候 它就会全部汇入进来 那我们要把这个 MIDI这个档案 有没有 把它先剪下来 或者移动也可以 放到music里面 把它右键贴上 也就是把它搬过来 拖拉过来也可以 好 那这样的话 完成了第四个步骤 就是汇入这个素材 素材这里只有两种 第一题有三种 还有文字档 这一题没有 那再来第五 第五个动作就是说 我们要新增网页 总共有几个网页要新增呢 其实这一题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 总共有几个网页呢 其实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基本的main这些都有啦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应该是在那个 第几页呢 album 应该是 它会要你新增 好几个相簿 那相簿的部分的话呢 应该包含 album 多少到多少呢 album 2 有没有 在那个第几页呢 第41页的地方 album 2 然后还有什么呢 2 3 2 还有第8 这里的话呢 总共有几个网页呢 这里题目里面要求 看到的好像是只有2跟5而已啊 不过呢 它这一题比较特殊就是说呢 它的资料夹里面呢 还需要建立什么呢 在第36页的第2468 第十页的地方 第十页的地方 它说什么呢 在album的资料夹下 建立 再建立怎么样呢 两个资料夹 纸资料夹 这两个资料夹就是album2 所以在这里 右键 再新增一次 这个比较特殊 跟之前不太一样 album2 album2 然后呢 再新增一个叫album5 的一个资料夹 所以这地方的话5 那另外的话呢 新增两个网页 所以这边的话按两下 分别把它储存 叫做album2 把它储存 另外这个叫做album5 所以呢 album5 好了